在學生的時候我非常著迷建築 尤其是在一些建築大師 像卡羅斯加爾帕、李克勃協、路易斯康、艾恩佩 他們其實都戴圓框的眼鏡 那感覺上這些大師能夠戴上一個圓框眼鏡 好像是受到一個 比方說他有一個自信 或是一種在專業上的一個加冕的符號 所以覺得說 在設計界打滾這個泥鈴打滾那麼久 覺得好像有一隻這樣眼鏡也是不錯 所以就想來設計這樣的一個眼鏡 有趣的是圓框眼鏡在眼鏡的發展時 它是比較古典的 比較克勒克的 然後剛好搭上這個Flip 其實它相反的在跟這個眼鏡結合的時候 會有一種未來感的感受 反而整個結合起來是比較新潮感 不會太old school 所以相反的在整個這樣結合來講 還要蠻有時尚感 這隻眼鏡的設計大概分前端 應該說前面的face跟側邊的face 前面的face其實刻意要用非常幾何 比較樹理的線條 來去表達有秩序的這件事情 那側面的線條其實會比較像雕塑一樣 它是比較freehand 但是在freehand裡面其實又受到非常理性的控制 那要符合人的尺度 然後耳朵的尺度 這些freehand不是隨便去就是freehand下去 它是根據某種道理來去freehand 然後還是維持在一種秩序裡面 那我希望它的前面跟側面 是能夠有一種矛盾之間的和諧 其實當初設計皮件 其實最大想要做一點不一樣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用2D平面的東西 然後很簡單的剪裁 透過很簡單的縫線的過程 然後去製造出一個3D的空間 那後來就呈現就是spacecraft這個東西 其實就從字面上的解釋來講 它剛好就是很像一個外太空來的太空船一樣 那它有一個立體的空間space 那又有我們那個handmade的概念 So it's craft這樣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所以結合起來剛好是這個作品的名稱 我想這個應該在2013、14的時候 然後在一次市集的時候 我們認識彼此 那後來了解到Casco在眼鏡的製作端的部分 有相當的經驗 所以那時候激起一個火花是說 欸?也許我可以自己設計一款眼鏡 來請他們協助製作 然後來完成這個作品 最有趣的地方是看見彼此在操作品牌 對N-User之間的方式 有一些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感受到說 可能在影像的部分特別著重 那我們的話就比較是在 可能在展示的製作物上的一些 小東西啊或配件上啊 來跟我們的作品去做呼應 我比較期待是說 未來可能跟Casco之間 可能還是會有一個新的企劃 比如說 比方說 Casco在塞路路啊 或這種所謂塑料板料上面 它有相當的一些製作經驗 那未來也許就是說 可以結合皮件 然後彼此在這兩個材料上的 專業上的掌握 然後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期待這樣的火花能夠出現